再见上的弟兄姐妹们 感谢主我们又回来了 其实或许如果你在YouTube 观看这个视频的话 这个视频的底下 其实有两个链接 一个链接就是今天课程的讲义 第二个链接就是这个课程 最后部分我们所要温习 所要学习的一些新的单词 所以或许你可以下载 这两个链接的文件 可能有多一道问题就是 我是不是单独在录 这个线上的视频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在教一个线上的课 所以线上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也很慷慨 他们让我通过 通过这个课程也把这个课 把这个视频录下来 和YouTube里头的弟兄姐妹们分享 所以这是他们的爱心 给他们感谢神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旅程碑了 其实严格的来说 上一堂课是那个旅程碑 因为我们把那些重要的名词 重要的这些概念 把它谈完了 所以在这希伯来文里头 其实有这个宾语记号 如果你还记得宾语记号是什么的话 为什么需要宾语记号 因为其实这希伯来文的秩序 跟中文是不一样的 我们其中一刻我们谈过 中文说我爱你 这是中文 英文I love you 但是在希伯来文不是这样的 希伯来文其实一般的句子是 动词主词受词 一般的句子是动词主词受词 不过很多很多时候 这个受词是在动词的前面 这主词是在动词的前面 这个动词是在主词受词的后面 那你和我就纠结了 哎呀我怎么知道 哪一个名词是主词 哪一个名词是受词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宾语记号 宾语记号 所以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 别担心 回去看之前的课程 之前的课程会帮助你 来了解我们刚才所谈的 所以我们学了这名词系统过后呢 其实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入 动词系统了 动词系统 希伯来文的动词系统是很丰富的 希伯来文的动词系统呢 和中文的动词系统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它因为它如此的不一样 它比这中文的动词的系统来得更丰富 所以使到当我们在读云文的时候呢 你发现很多很多时候作者 借着这个动词它丰富的系统 来带出一些我们不能把它翻过来的一些概念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走进去的世界 我们要走进这希伯来文的世界 这个动词的世界 所以和平时一样 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的讲义 所以这个动词基本上 有一些主要的语法 主要的文法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个观念 中文很多时候一个字可以有很多意思 一个字可以有很多的意思 其实打个比方我们说这个字叫爱 love 所以这个字爱呢 其实有很多的意思 你要爱你的家的狗狗小宠物也是爱 你要爱你的爸爸妈妈也是爱 你要爱你的孩子们也是爱 你要爱你的另外一半也是爱 都叫做爱 但是你和我知道 其实这些爱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同样的丢解人们 当我们读希伯来文的动词的时候 它也是很多时候有这个一字多语的观念 一字多语的观念 打个比方了 我们来看一看 这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到第七 第六章第七节 对比一下这创世纪的四章一节 如果你发现 如果我们读中文的话 中文它听起来是这样的 比如出埃及记第六章七节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知道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所以我要你们注意这个字 加深的这个字叫知道 这希伯来文叫做亚达 亚达 我已经把它用红色的字体来注明了 亚达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四章一节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同样的字叫亚达 但是在和本翻译的时候 其实不仅仅是和本 你可以看清定本 你可以看英语标准版本 等等等等 他们翻译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 创世纪第四章一节的时候 他说有一日 那人和他妻子夏娃 同房亚达 夏娃就发孕 生了该隐 便说 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所以第二节你看到吗 希伯来文的动词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知道 另外一个意思是同房 同房 所以你说当我认识这个希伯来文字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希伯来文字 它不是两个截然没有关系的意思 而这两个意思呢 它有它概括的那一部分 它概括在哪里呢 这个亚达这个知道呢 不是一般人的那种知道 不是一般人那种知道 这个亚达的那种知识 讲究的那种知识呢 是你和我在这个地面上最亲的人 他认识你的那种知识 所以打个比方 如果在线上有一位弟兄已婚 这样我可以问那位弟兄 请问你的太太对你的认识 对比你教会里头的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 对你的认识 谁更加的亲密 谁更加的深刻 其实你会告诉我 是你的另外一半 这就是希伯来文的动词 希伯来文这个动词 亚达要带出来观念是 它是一种的知识 它是一种的知道 不过这种知道呢 其实是那种很深入 很亲密的知道 我们怎么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个字亚达 也用在夫妻之间 最亲密的那个时光 夫妻之间距离感 最靠近的那个时刻 这个字亚达的意思 也确实是这样 因为这样 中文圣经就把它翻译为同房 有时候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知道 所以六姐妹如果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 你发现 哇原来这个希伯来文字 这个字本身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概念 那么当你回去看出埃及记第六章七节的时候 你发现 亲爱六姐妹们 我们的神 在这里所讲究的那种知道 不是一个在理性上的知道而已 我们想我们的神所讲究的知道 也是一个感性的一个知道 我们神讲究的那个知道 是从我们里头出来 我们很清楚 有如什么呢 有如一位先生很清楚他的太太 有一位太太很清楚他的先生一样 那种的知道 那种的把握 你要有把握知道我是你的神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以忘记 我把你从埃及地终究拯救出来 所以第二节目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事情 当我们走进希伯来文动词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世界 在这个希伯来文动词的语法当中 我们要继续的来介绍 介绍第二部分 希伯来文动词 它很多时候呢 其实它是处于三个字母的字根 三个字母的字根 你可以甚至说三个子音的字根 英文我们叫做 Triconsonatal roots 多数的西伯来文的动词呢 有三个子音 所以如果你回去看以前 我们所过一过的这些动词的时候 你发现 哦原来好多好多的动词呢 那确实真的是三个子音 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我们回去 第一个 我们很久以前 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好 我们回去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 很早很早以前 我们学动词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动词呢 其实是三个子音的 你们看到吗 第十一个动词 以前我们学过 叫做阿玛 阿玛 三个子音 三个子音 非常非常普遍 你说阿玛 牧师阿玛 这只是巧合 我们再来试试看 再来试试看 看看 有没有多一个动词 你看 这个动词叫做 阿玛 成为 就是 这个也是个动词 还是三个子音 Triconsonatal roots 还是三个子音的字根 我们再来看 你看这个字 叫做阿萨 有几个妹妹们 还是三个子音的字根 还是Triconsonatal roots 你说巧合 巧合 确实 有时候你看到 这个字呢 严格的来说呢 它只有两个子音 它只有两个子音 它有一个bit 有一个alev 中间的那个叫做 Hollen valve 中间的那个 我们叫Hollen valve 我让我采上颜色 其实这个严格的来说 是一个母音 是个欧母音 欧母音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动词比较特别 之前我们看到的 你发现都是三个子音 而现在 你和我看到的 只有两个子音 两个子音 但是亲爱的旧姐妹们 你别担心 因为 两个子音的动词 是少数的 三个子音的动词呢 是多数的 我们再来试试看 如果我们看下一个的话 应该就是三个子音 你看 叫做 Natan Natan 三个子音 三个子音 所以就前 这就是西伯来文 动词 多数的时候呢 是三个子音 偶尔 会有两个子音 所以当我们在学 这个课程的时候 今天这堂课 我们就来看一看 来看一看 三个子音的字感 三个子音的字感 所以第一个例子就是 这个字叫Malek 它是个名词 王的名词 让我踩上颜色 注明一下 更方便大家 所以第一个子音 第一个字呢 是个名词叫Malek Malek 但是如果它变成动词的话呢 你注意看 它的母音改变了 之前是Malek 或者Malek 现在是Malek 听起来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你看到 这个母音改变的时候 这个母音都是两个 A母音 两个A母音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是个动词 虽然它的形状 看起来是一样的 虽然它有一个Mem 它有一个Lemette 它有一个Half 不过 其实它的母音 它的母音 变了 变了 这个名词的母音 和这个动词的母音 是不一样的 前提前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当我们学习白文的时候 有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 同样类似观念的字 但是在名词 动词很多时候 他们共享同一个字干 同一个字根 但是 他们子音没有变 但是母音改变了 因为母音改变了 你和我一目了然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如果是名词的话 它的母音 其实应该是这两个 看到吗 紫色的 因为这是变成动词了 所以它的母音 变成这两个 变成这两个 好 所以我们再来试试看 我们再来试看 接下来这一个 所以这个呢 它如果是 Dava的话 它其实是个名词 叫做话语 但是如果它变成动词的话 其实它可以变成 Dip Ba 所以你看到吗 我要强调的那个重点 就是你暂时不用担心 为什么会变到这样子 但是我要你们 留意看那个绿色的那一块 我踩上绿色的 我向你注明 让你看到说 其实现在我们来到这个阶段 现在母音很重要了 母音改变 其实字是一模一样的 字根没有变 字根没有变 看到吗 三个字根 还是三个字根 但是母音改变了 因为母音改变了 我们就觉得 这个母音已经变成 一个动词的母音了 一个动词的母音 我不着急 我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 这就是希伯来伦厉害的地方 他们字 其实他们可以重复的写 但是这母音 这一点一小话 他们改变了 是很有效率的 非常非常有效率 是非常聪明的 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发展 所以弟兄姐妹要记得 其实动词里头有一个字根 很多很多时候 这个字根和这个名词的字根 是相似的 是类似的 这是第二部分 我们再来看下去 所以第三部分 我们就来介绍一个观念 观念就是 现在我们得学一些语法 学一些语法 所以我们在谈语法的时候 如果在线上有些弟兄姐妹们 你觉得你可以阅读一些 英文的语法的书籍的话 我手中有这本 叫做Unknown and Choice 这本是一本很好的 西伯来文的语法的书籍 可惜的是 因为这本书 它太技术了 太过technical 所以其实没有被翻译过来 成为中文 但是如果在线上 你觉得你想 多研究这西伯来文的语法的话 其实这本书 是一本很重要的一本书 这本书也就是我们 在这个课程里头 很多一些资料 我们会从这本书里头 取出来的 所以你放心 当我在教这个课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重要的作者 重要的作者 其实严格来说是三个 前面名词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是依赖 这个就业的学者 叫做Futato 他现在在Florida那边的 一家神学院 叫做改革中神学院 在那边做就业的教授 来到动词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就依赖着这个Honor and Choice Honor是一个就业的教授 Toy也是另外一个就业的教授 这本书对我们很重要 所以接下来我要介绍的 这些概念呢 是从这本书里头 所带出来这些重要的 这希伯来文的概念 好 我们就来看这一部分 所以希伯来文 他的动词的自干呢 其实要带出主词和受词 与这行为或者动作的关系 听起来好像很多啊 有点绕口 我再讲这一次 其实每一句话里头都有一个主词 一个受词 对吗 我爱你 我是主词 你是受词 所以那个关系是什么呢 那关系就是 这个爱的人是谁 是我 被爱的人是谁 是你 所以他们和这个动作的关系是什么 一个人是主动去爱的 另外一个人是享受被爱的 我们在解释语法 解释语法 其实 其实 这希伯来文语法也就是这样 当我们看一节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在解释一节圣经节的时候 待我们会来看 你发现我们就在看这个关系 到底那个主词 这个动词 这个受词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关系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三个层面 三个层面 我们说主动的这三个层面 主动的意思基本上很简单 我爱你 基本上主动爱的人是谁呢 就是我 就是我 但是来到这主动的 我们叫做自干 自干 这个字我画一个圈圈 给大家注意一下 自干 英文叫做STEM 如果你读一些英文的 希伯来文的课本的话 他就告诉你这个字叫STEM STEM 因为这个主动的自干 STEM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叫做靠 靠的意思是什么呢 靠其实是一个希伯来文 他指的是轻 轻重的轻 换句话说 你可以说靠这个自干是 而你前往你看到靠自干的时候 前来就觉得不要想如飞飞 不要把事情想到这么复杂 那个作者只是告诉你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 我的意思就是怎么样 我的意思就是我爱你而已 你不要想这么多 你不要想这么多 但是 但是如果你来到PL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来到PL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当你来到PL的时候 其实作者用PL 他其实要你稍微留意一下 把焦点放在那个受词 所以这是中文没有的概念 中文的动词里头 系统里头没有靠 没有PL 没有feel 所以动词里头就 爱就是爱 爱就是爱 如果我要把焦点放在你的话 我就得加上一些字 打个比方 我爱你 我爱你很深 你就可能说 我可以把那个焦点放在那个你 我爱你很深 因为那个很深 和那个你很靠近 所以这是中文需要做的 做的一些调整 但是在希伯来文 不需要做这个调整 为什么 因为这个字干 这个字干 可以帮助我们 来做焦点的工作 所以当你看动词的时候 你读希伯来文动词的时候 是很有趣的 你读希伯来文动词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好像打灯一样 当你读到PL的时候 你是打一辆大大的客厅的那种灯 那张灯打开的话 客厅每一个物件都照亮了 他没有着重点 他的意思很简单 他的工作很简单 这张大灯 他的工作就是照亮全部的物件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想这么多 It's very simple 靠 simple 很简单 但是如果这个动词是PL的话 这盏灯就不是客厅的大灯 这盏灯其实是客厅的灯 但是这盏灯有一个焦点 有一个着重点 那个着重点是受词 那个受词 所以你看到吗 很有趣的 单单只是这个字叫爱 不过这个字爱 是在这个PL的字干里头 其实那个焦点 已经转移到那个受词了 作者要你和我知道 把那个焦点 把那个眼目 放在那个受词的身上 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陌生 很陌生的观念 对我们来说 其实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观念 因为在中文的语系里头 在英文的语系里头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 但是亲爱的姐妹们 这就是西伯来文美丽的地方 丰富的地方 谁记得 靠叫像客厅的一盏大灯 打开这盏大灯 这个客厅里头 所有的物件都照料了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工作就很简单 这盏灯的工作 就是明亮整个房间 但是如果你来到PL的时候 你发现这盏灯 就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这盏灯有一个斜度 这盏灯把那个焦点 放在这个受词的身上 受词的身上 但是如果你来到Hithfield的时候 他又把那个重点 放在那个使义的身上 谁使大卫作王 你看到吗 如果我看到一个Hithfield的动词的时候 我会把那个焦点 放在那个使道 这件事情发生的 发生的那一位 所以这是希伯来文动词的美丽 希伯来文动词 当他的自干改变的时候 其实丢姐妹们 他的意思有稍微的改变 稍微的改变 所以我们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Nuance 当你看到Cow 你看到PL Hithfield的时候 Cow是没有Nuance Cow是很直白的 他就告诉你 这个是那个情况 你不要想太多 但是这个PL 他有一个稍微意识上的改变 这个中文圣经翻译不出来 英文圣经也翻译不出来 这个Hithfield 也有稍微意识上的改变 任何的语文也翻译不出来 因为这是一个独特的一种的特征 西伯来文话语的特征 所以丢姐妹 我们今天的课我们不会上太多 因为我要介绍一些复杂的观念 一些我们没有听过的观念 对你而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你要记得 要记得 这Cow PL Hithfield 是在旧位里头 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动词的字干 所以我们越熟悉这些字干 我们就越放松 因为其实在旧位里头 它是很普遍的 但是 刚才记得 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所讲的这三个字干 其实他们都是主动的 主动的 主动的 那么你说 如果被动的话 不是靠 而是什么呢 被动的话就在这里 如果是被动的话 那就有 普奥 还有 need for 普奥 need for 所以 PL 和 普奥 你就知道了说 被动的话 也把那个焦点 放在 那个受词 要普奥 所以当你看到 PL的时候 他把焦点 放在那个受词 当你看到普奥的时候 他也把那个焦点 放在那个受词 这是普奥的工作 但是 如果你看到 need for的时候 need for就和 靠是类似的 need for和靠 是类似的 所以当你看到need for 跟靠的时候 他们的意思 其实是很简单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观念而已 你不要想太多 你不要想太多 这个人被这个人杀了 就是这么简单 他没有着重点 need for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在被动词当中 那个客厅的大灯 PL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在这个被动词当中 把那个焦点 上辉 移到那个受词身上 所以你可以想象 当我是一个西白文作者 我在使用动词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借着这些动词 来开始写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故事 当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可以帮助读者来看到 其实我有在借着动词自干的改变 在帮助读者来看到 我要他把那个焦点放在谁 放在什么东西 放在什么事情上面 所以六姐妹们 这个是不能翻译出来的 这也就是我们读原文的喜乐 当我们读原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改变的时候 这些着重点的时候 这些焦点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作者要做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 把它翻译过来 但是当我们在教课的时候 我们在讲道的时候 我们可以的 我们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们 从原文的角度 其实作者一直在用PLPLPL 为什么 因为作者一直在强调 把那个焦点放在这受词 受词受词身上 受词是很重要的 在这几句话当中 好 在这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如果你可以把靠这个主动的简单的 自干拿下来 你可以把NIFOR拿下来 PL拿下 HIFU拿下来的话 有个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 其实你知道吗 千千周经你们 旧约的97%的自干 来自于这四个 所以当我在教这个课程的时候 千千周经营们 其实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的话 熟悉这四个 这四种自干 这四种质感 因为这四种质感 在旧约圣经里头占了97%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重要 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的工作量也减少了很多 新白文有很多的质感 但是如果我可以熟悉的四个质感的话 其实各位姐妹们 我们已经掌握了旧约的97%的动词的出现 动词的使用 你说这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现在就觉得 这四个质感我们必须把它拿下来 必须明白 当我们看到靠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nifor的时候 靠nifor指的都是简单直白 它呈现给你就好像一个客厅的大灯 开启这个大灯的时候 这整个客厅都一目了然了 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着重点 它只要把这个情况告诉你 但是来到PL的时候呢 不一样啦 只要它的着重点在那个受词 来到he feel的时候 它的着重点是那个使道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一位 他们是有着重点的 而中文和英文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再看下去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看 到底这个质感怎么改变呢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要你们 我要你们把这个表背下来 这个表是很重要的 这个表帮助我们明白 其实这就是他们改变的方式 改变的方式 我们一的来看 到底他们怎么的改变 我们来看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西伯来文字叫做卡套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西伯来文字的时候 所以你发现一般 我说一般 多数的情况下 这卡套它的那个母音 其实是一个阿母音 所以你看到吗 在这里 它第一个母音是一个阿母音 阿母音 所以为什么这个字呢 叫做卡套 它要提醒你 它很多时候 这个字干用的母音 是一个阿母音 卡套 阿母音 它在帮助你语法学者 在帮助我们 指的这个是一个阿母音的一个字干 它指的是客厅的那个房 那个大灯 过来到尼佛的时候 听听看它的名字 它名字叫尼佛 所以如果我读这个西伯来文字的话 叫做尼克套 听到没有 尼克套 尼克套 所以听起来像尼佛 或者尼佛 听起来像尼佛 尼佛 尼克套 所以它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独特的地方在于 它有这个一母音 这个一母音 这个一母音 这个一母音到底在哪里呢 如果我用红色的线 来圈圈它起来的话就在这里 现在就这里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尼佛 它是尼佛的独特的地方 它的第一个母音 是一个一母音 是一个 尼佛 西班牙文说这个是Hered母音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L 这个母音 这个字干他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 他说亚亚牧师他开始也是一个E母音 是的 他开始是一个E母音 但是我要你留意 看他接下来的母音 是一个A母音 不是一个R母音 是一个A母音 所以他听起来是Kick's tail Kick's tail Kick's tail 所以不但如此呢 他还给你多一个资料 我用比如蓝色来代表 他在第二个子音的时候呢 加上了一个重音 一个小圆点看到吗 那个小圆点也是我们的帮助 也是我们的帮助 所以这就是PL PL帮助我们的 在这里有一个E 有一个小圆点 这个帮助我们看到 这就是PL 所以听听看 这个西班牙文字叫做Kick's tail 像不像这个字叫PL 所以其实这个字干 它基本上是一个发音来的 它是让你想到 原来西班牙文 这种字干 它的发音听起来像PL 这个字叫Kick's tail 变成PL字干的时候 就变成Kick's tail Kick's tail 好我们就来看最后第四个 所以我说过了 我要你们把这个表背下来 但是我要你们特别留意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和第四个字干 因为这四个字干呢 就等于旧约圣经的七十 九十七次的动词的字干 所以最后一个字干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Hick's tail 来一个粉红色 Hick's tail 所以如果你听这个西班牙文字的时候 它听起来是很类似的 叫做Hick's 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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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会在这个字的前面 加上了一个Hick's tail 而且很多时候在这个Hick's tail 我们加了一个Hick's tail 所以就叫做Hick's tail Hick's tail 所以听众姐妹们 我知道这个表对你们来讲 是一个很新的表 这个表对你们来说 是一个陌生的表 但是你别担心 要记得你可以的话 把这四种字干 把它背下来 用这个同样的这个单词 同样的动词 叫做Katau Katau 所以你发现 当它变成Niphal的时候 它就会在它前面 加上了一个Noon 加上了一个Noon 在下面有一个E母音 当它变成P-L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母音 再加上一个虫音 再加上一个A母音 但是来到Hick's tail的时候 它在那个字干的前面呢 就会加上一个Hey 下面有一个E母音 这是我们要习惯的事情 因为确实 以后当你看到更多 更多痛痴的时候 你发现 这就是西伯来文 他告诉你 字干改变了 为什么字干改变呢 更重要的事情是 字干改变是因为 作者要你和我看到 原来那个焦点 有点不一样了 焦点有一点不一样了 所以这就是今天 我们要学的 这个主词 受词和这个动词 它的关系是什么 作者要我把焦点 放在主词 动词还是受词 作者通过Cow和Lefore的时候 要我把焦点 放在这三个的身上 这个客厅 什么都被照亮了 但是作者用P-L的时候 他要我把焦点 放在这个受词 当作者用HitFu的时候 他要把那个焦点 放在那个制造 这个情况发生的那一位 的那一位 好 所以这就是今天 我们要谈的 当然 如果你看这个表的话 你发现 这个表让你和我看到 就是一个字根 卡塔尔的字根 它主要的字干 最基本的字根 就是这个卡塔尔 就是这第二个层面的 这个字根 但是通过这个字根 它就可以延伸 更多的字根 更多的字根 不过我们刚才说过了 如果你觉得很困难的话 那么其实有三个字根 是很重要的 Kao字根 非常重要 Nifor字根 很重要 P-L字根 很重要 HitFu字根 很重要 因为这四个字根 就占了 就约 动词 百分之九十七 所以既然 这个动词 它背后有解禁的含义 解禁的含义 那我们就不可以 小看这个动词了 我们要熟悉 熟悉和字根 打交道 所以既然就姐妹们 我们就把 就把这四个字根 它的改变的方式 把它背下来 把它背下来 虽然你在信上 我不能测你 但是 把哪一张白纸 把这四个字根 用Kao字根 把它写下来 你越熟悉它 以后你读这些 不同的动词的时候 你发现 这有个Nun 下面有个E母音 这有个Hey 下面有个E母音 我知道 那个是Niphor 这个是Hithfield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所以可能你会想说 阿培牧师啊 这样到底 你可以示范示范一下吗 其实可以的 现在就这一节 我们来看一看一节经文 这节经文就是 创世纪一章的 一节 一章的第一节 所以如果我们读这句话的话 我慢慢的来读 可以的话 你在线上 和我一起 我读 我会停一顿 一会儿 你和我一起读 第一个字呢 是叫做 Bereshit 第二个是 Bara 都可以背的这节经文 提出 上帝创造天地 但是 亲爱的 第二个人 如果你留意 如果你留意看这节经文的时候 你发现 开始这段话的时候 并不是动词 这个动词只是第二个位置 过后这个主词 第三个位置 过后呢 这些都是受词 这是第四个位置 第四个位置 所以你就发现 其实一开始 如果你学原文 你晓得原文的话 你就知道原来 作者一开始呢 他就在强调一个观念 强调起初 在开始的时候 在一切都没有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那位神真的 确确实实的 从无便有 所以那个作者在强调 他借着什么强调呢 他借着这个秩序来强调 因为你和我已经在什么呢 我们已经在期待一个 动词主词受词的一个结构 但是圣经一打开 原来他不是一个动词 也不是主词 也不是受词 他原来是一个阶系词 和一个名词 阶系词和一个名词 所以如果你还记得 以前我们学阶系词的时候 我们说什么呢 这个阶系词呢 其实他依附于 这个Rashid的这个名词里头 这个名词里头 所以严格的来说 如果你看这两个字 它是一个阶系词 过后呢 他依附了这个名词 所以这个字呢 其实在告诉你和我 一个重要的概念 如果有人告诉你 上帝需要材料 上帝需要一些东西 做一些东西 用一些材料 来创造 创造天地 而这些材料 在上帝创造之前 先有了 才能做 有些人会这样想 为什么呢 有人会这样想 因为把进化论的 那个观念 带进来 希望可以 让进化论和创造论 符合在一起 但是如果 你看原文的话 原文告诉你说 不可能 因为创世纪的 第一章的第一节 一开始 就告诉你 在开始的 开始的 开始的 开始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上帝做了 他的创造的工作 这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 所以今天我们学 这个动词 那你就自然而然 会想 哎呀 这个动词 我踩上红色的 这个动词 它是什么字干呢 其实它的字干 是靠字干 我们怎么晓得 亲爱的见人 记得吗 第一个母婴 如果是个阿母婴 多半是一个靠字干 靠字干 换句话说 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 除了 除了他第一个字 Burrashit 这个作者 要强调这个概念 但是 来到这一部分的时候 请问 作者要你专注 在谁的身上 在那个动作吗 在那个主词吗 还是 在那个受词 其实 那个焦点 都是 在所有的 主词 受词 动词身上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两 这是一盏大灯 这盏大灯 照亮了 这段话 其实我们的工作很简单 不用想这么多 因为这段话 基本上要你知道一个概念 它好像是一个抬头 一个header 那个抬头就是 神造了天和地 造了天和地 所以当你读中文圣经的时候 你发现中文圣经说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不过当你读原文圣经的时候 其实千万六点 原文圣经不是这样的 你看 这确实 起初 Berashit是起初的意思 在开始的时候 没问题 创造 好 中文圣经也有 神 好 中文圣经也有 但是 来到这段话的时候 中文圣经就没有把一个概念 带出来 那概念就是 定观词的概念 如果你留意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严格的来说 翻译听起来是这样的 起初开始的时候 神创造了那个天 那个地 或者你可以说 神创造了这个天 这个地 那是很明确的 不是随随便便的哪一个天 随随便便的哪一个地 不是月亮的那种 月亮的那块地 不是月亮的那个天 而是这个天这个地 所以你会说哪一个天哪一个地呢 下文就告诉你了 下文就告诉你 这个天这个地 毫无疑问 所以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一个宣告 宣告说 在一切都没有的时候 开始的开始的开始 神做了一件事情 神创造了这个天 神创造了这个地 亲爱的那些人 这是创世纪的第一章 第一节 如果我们明白 希伯来文 我们知道这个作者 他要着重的地方在那里 如果我们晓得希伯来文 我们就明白 这个希伯来文 他的动词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如果明白 希伯来文的话 我们就知道 其实在这作者 才强调 他的受词 是这个天 这个地 好和平时一样 我们未来看一看 学一学 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学的多 二十个单词 我们之前 我们看到一百八十 今天我们继续 从一百八十一 我们学到这两百 我们终于来到 第二两百个单词了 感谢赞美主 好 一百八十一 这里说 gevold 指的是边界 gevold 指的是边界 一百八十二 regel 指的是脚 regel 指的是脚 一百八十三 叫 ammer 指的是 走 寸 就是 他长度是多少呢 是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就是 ammer 所以 你们注意一下 这里的那个 小圆点 小圆点 蓝色的 小圆点 这个小圆点 其实是一个重音 所以我不发音为 ammer 听来不一样了 错误的发音是 ammer 正确的发音是 ammer 因为他有一个小圆点 他有一个小圆点 好 我们继续的来看下去 一百八十四 叫hezad 这个字是很重要的 亲爱的教育们 这个字是一个很独特的字 这个字基本上来严格来说 我们需要用几个形容词 来带出这个字 这个字 指的是名词 来带出这个字 这个字指的是信实 不过这个字 他有那个守约的信实的概念 不过这个字 也有为什么守约 因为他要识此案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西伯来文字 跟中文跟英文 他遍流的地方是 这个西伯来文字 不可能用一个中文字 来翻译出来的 因为这个西伯来文字 是非常丰富的 他指的是守约 这位信实的神 这位守约的神 这位施慈爱的神 这位hezad的神 你看到吗 一个西伯来文字 不过 他的意思是很浓厚 hezad 这hezad指的是185 指的是贤德 指的是财富 或者力量 如果你读路德记的话 这个字出现了三次 出现三次 在两个人的身上 巴斯和路德 巴斯和路德 186叫做哈他 哈他指的是犯罪 动词 所以听到这篇 看到吗 这是靠字干 靠字干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他的母婴 他是个阿母婴 阿母婴 所以很容易辩论 很容易辩论 靠字干 哈他 这第187叫那阿 男孩 也可以翻译成经验人 名词 那阿 188叫 El Elohim 是付出 El 其实就是单数 189我们都很熟悉 这个不需要我教你们 Shalom Shalom 其实Shalom跟 Hesed 这个字呢 是很丰富的 很多时候我们把Shalom 变成平安 因为你还不认识 希伯来文 但是如果你认识 希伯来文的时候 你发现 这Shalom 不是平安 Shalom 不只是平安 平安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意思而已 这个指的Shalom 指的是安康 指的是健康 指的是安全 指的是内心中的平安 所以你看到吗 这四种意思呢 都有一点不一样 健康 和安全 是不一样的 但是希伯来文字是一样的 Shalom 它的意思是丰富的 好 我们来看190 叫Zakar 动词是什么字干 靠字干 因为母音是阿母音 Zakar 回响 记得 Masem 指的是工作 工作 工作 191 192 来啦 我喜欢这个字 来啦 来啦 我们到了饭店 睡觉啦 夜晚 夜间 来啦 睡觉啦 来啦 193 Aion 指的是罪恶 内疚 Aion 指的是罪恶 内疚 194 叫Yaras 有姐妹们看到吗 靠字干 因为它的母音是个阿母音 Yaras 叫继承 或者接受 195 叫Zera 指的是后裔 后代 后裔 后代 196 Rava 靠字干 指的是增多 动词 Rava 注意 那个第一个母音 是个阿母音 197 198 叫Keref 当中 或者内障 198 叫Bakash 也是靠字干 也是三个子音的字根 它第一个母音 是个阿母音 靠字干 很简单 意思就是 一盏大灯 照亮这整段句子 没有着重点 着重点 可能作者会用别的方式 好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着重点 用一个阶系词来带出来 着重点 用那个宾语 用那个钉关词来带出来 但是如果你研究这句话 基本上作者没有用动词 来把着重点带出来 199 199 叫Kataf 200 叫Moa'ed Moa'ed 聚会 聚会 所以现在就结婚 今天我们学的是叫做voice 这主词 这主词 受词和动词的关系 我们下周 我们下一回 我们来继续的学动词 看一看这个动词里头 这个动词系统里头 还有 还有更深层的一个观念 让我们去学习 祝福帮助我们 感谢神